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被翻运到国外的时候孤立无援 你就得听从这些集团犯罪集团的一些指示 他会要求你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请队长来跟我们做分析 他们曾经接过所看过的各种案例 我们之前有遇到相关的案例 就是有被翻运到所谓的柬埔寨 或者是泰国 那他什么KK园区啊 或者是那什么一些园区里面 那他被送到这些园区之后 那诈骗集团就会要求他们 可能就是每天要多少业绩 要去帮忙骗 就有些可能是大陆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众 那就是传送一些假投资啊 或者是分期付款的 那个解除分期付款 这一类的 反正只要有关诈欺的 就会请他们当打资源 然后如果他没有骗到一定的业绩 就会被电击 电击 对或者是毆打 对就是伤害身体的手段 或者是他业绩再不好 那一直都没有工作表现 甚至他就会被卖到别的园区 再去做第二次的感训 那感训如果再不好 就可能要做那个拆除器官 就其实他们这个很坏啦 就会把那个民众 无辜受病民众到海外之后 又把它当作商品 所以基本上像我们在公司 如果说业绩不好或干嘛 我们顶多就是被要求交易训练 是 对不对 然后再加强 对写报告 等等这些 然后大概就这样子 顶多可能你就是真的不行 你就换个 可能这个工作业务工作 不适合你换个工作 是 可是在那边不是 他会把你物尽其用 真的是被虐待 甚至于到您刚刚讲很可怕的 这个是栽助器官 对 这些 这个都是 确实都有这些案例存在 对 都有 那如果说他们在国外之后 那他们有可能回得来吗 如果照这样看起来也很可怕 其实我们的国家 在外交部 还有我们自己刑事局的国际科 其实都有在努力这一块 如果说有国人在海外被控制 那都会积极努力的把他们营救回来 那也有相关的一些 那些民间团体 人权团体 他们也会帮忙协助这一块 对 所以也就是说最好的方式就是 虽然说有这么多单位在营救 但是毕竟就是 会很辛苦 当然抢救的部分都是会 不一定会非常的 不一定很成功 对 所以要在你还没有出国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那我们又如何去注意我们周遭的人呢 其实我们警方 不管是在各项侵入 或者是像灵检 像汽车旅馆 因为有些人口贩运的案子 被害人被控制 有可能常常也是在旅馆 或者是一些出租套房 那我们会去做这个所谓辨识方面的话 就是第一个 他被害人有没有被控制 然后被殴打 或者身上有没有伤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可能是不是带着护照 你平常国内旅游 你不会说随身带着护照 但是突然灵检 怎么会有护照 或者是行李箱 在那边 那是不是有可能要被贩卖出国 那再来就是 他是不是有被控制 或者是 他是不是饥饿啊怎么样 或者是说 他的人身自由 比如说他想要出去买个东西 都没办法出去 然后有人在旁边监控 这样子都是一些迹象 或者是说 手机把它收起来 不让你用手机 你让他没办法跟人家训练 对 甚至他不给你 你帮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不给你钱 那个 对 犯罪集团 要求你帮他做什么 他做完之后 又不给你钱 这种 苛扣薪水 比如说我们周遭的朋友 可能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要怎么去处理 因应呢 当然第一时间就是报警 大110 对 或者是跟亲友 保持联系 可能说我去应征一个什么工作 那如果多久 时间没有跟你联络的话 就帮我报警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他们犯罪集团 有可能就直接控制你的手机 对啊 让你不能跟亲朋好友联络 对 那你要去所谓应征工作 或者是要去求职 那要去跟人家见面 那你要特别注意 他有些可能会预约在旅馆 跟你做面试 那这个跟一般公司 这就很可疑了 对 其实很多民众就千万不要上当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 他可能会要求你 我要审核你的信用 那你可能 我可能会把薪资汇到你的存折里面 然后要求你把存折先寄给他 提关卡先寄给他 其实像我们一般工作都不会有要求 对对对 你的账号给我就好了 我到时候 那个薪资就直接汇到你账号里面 如果跟你要存折 要提关卡 这个就有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犯罪过程中 其实民众他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警觉性 当然 而且这个警觉性 民众自己要有 对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真的发生案件 我们当然会试着用我们最大的努力 还有那个外交部的各项管道 可能那都是事后 对 但是这些管道的部分都是很麻烦 很麻烦 那队长有没有你们曾经办过一个 比较 具代表性的案 当然 当然 我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就有接获到勤资 然后就有说民众要去前往柬埔寨 那出国了之后又被 所以马上家属就来报案了 那我们当然就 赶快去查相关的 他到底是怎么买机票 怎么出国 那谁在接送 对 我们这个部分就一直去追 那追到后来 我们有抓到这个四个公犯 这个四个公犯 然后其中 我们送递检之后 也有把它羁押成功 也有把它押起 那会被羁押就代表 市政非常的明确 对 那法院也认可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先把你控制在旅馆 然后控制完 等机票 时间都订好了 就会有人派车 载你到机场去 就是刚刚讲 分成一段 一段一段这样 各边不同的人 而且不是不同的人喔 帮你处理出国的是一个 然后再来 载你出国的又另外一个 对 那通关 他可能就是这样 你过去海外之后 要找谁 就自然有人来 跟你介意 对 那那个被害人 有被救回来吗 当然 当然 所以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是 而且他连海外的干部 我们都有把它抓到 对 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努力去做追击 减少这种案件的发生 其实跟警察他们 他们办这些案子的时候 都要费尽他们的心思 然后其实 在不管是海内海外 其实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管任何的事情 只要你先做好自我的防范 詐骗集团就无机可测